两天天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汉爷 我是大为 汉哥 你知道现在最火的购物方式是什么吗 肯定淘宝啊 我这天天买买买 我跟你说不对 是直播带货 我把这给忘了 你看过直播带货吗 你在看的时候你消费过吗 坦白讲啊 我还真看过 你像什么罗永浩 李佳琪 他们的这些直播我都看过 奈何啊 这个囊中羞涩 每次看的时候有这个购买的冲动 结果都被现实打回原形了 没钱呗 别说什么直摆啊 我跟你差不多啊 就是我也是只看过 但是没有买过 但是我觉得咱们俩这样算少数 是 咱们一起来看看 两岸青年 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听说过 李佳琪 有的有的 Oh my God 买它买它 是有关注一些直播带货吗 其实没有特别的关注 购买过几次 就是台湾的巴勒啊 化妆品啊 女孩嘛 就是化妆品最多了 然后还有一些家用的 你看啊 这个视频中的朋友们啊 他们买的大多都是运用品啊 食品之类的 没错 不过啊 现在直播带货已经火爆到了 让你难以想象的程度 比如说 罗永浩之前在直播间就卖过汽车 这个威亚啊 甚至在直播间还没有火箭 就是所有你能想得到的 或者你想不到的东西 它直播带货都能完成 没错 其实这个直播带货最大的特点啊 就在于它在网购上边加上了很多的趣味性和社交性 通过这个主播的讲解呢 可以让每一位用户都了解到这件商品以及商品背后的故事 最近呢也有很多主播去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 去帮助那里的农民朋友进行商品直播 肯定是个好事啊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可能他所了解到那个售货渠道就很有限 这种形式算是帮助他们致富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让更多人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卖自己的产品 它也是一个新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吧 没有大家给他们带货 要不然的话我们并不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想消费想帮助他们或者一些好的产品 我们也不能购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直播带货是因应现在的网络发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形式 应用在农产品上的话 它会是非常好的 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电商博士 然后促进整个农业的搭展 就是很多偏远地区的这个农产品啊 以前他们的销售方式十分的有限 直播带货呢不仅解决了农民朋友们 他们这个销售的难题 而且有人因此变成了网红 直接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是的 所以呢 这次在两会当中啊 农业部的部长也呼吁 就是要帮助这些偏远地区的农产品 让他们出村进城 对 不仅要卖得出去 还得卖个好价钱 不过啊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看好自己的钱包 理性的消费 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两眼星天说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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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